接下来的话,我们Seqlite 第一个一定要 import Seqlite 3 当然执行之后,假设你没安装,你还是要 install 不过预设我记得好像已经内建了,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把它装起来 那资料库的概念其实都大同小异 现在大部分主流都还是所谓的relation database 像什么Oracle,MySeql MS 就是Microsoft的Seql Server 其实大部分观念都差不多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做Connect 也就是你要先建一个Connect 跟什么连线呢?跟资料库连线 那比如说我利用Seqlite 这一个套件呢,帮我产生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有个方法叫Connect Connect就是连线这一个database 这个database名称我们自己取的叫Cursor01 后面我习惯.db 因为副档名的话,我习惯用.db 给他一个资料库的一个名称 这个是他的名称 这个是他的副档名 那这个档案如果不存在的话 他会自己帮我加一个 不需要像刚刚那个读取 其实也跟文件一样 他会自动帮你建立这个名称 如果存在 那他就会直接去把它开起来 如果不存在呢 他就会自动帮你建一个这样的一个档案 ok 那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说你连线的一个资料库 资料库连线的 第二个的话呢,再去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Cursor 那这个Cursor主要的用意就是 再到里面去找一下资料表 因为资料库的结尾一定是资料库 资料表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建一个Cursor 那底下的话再来就是 SQL Stream 这个变数名称主要是用什么 主要是 你要跟那个资料库沟通的话 那一般惯用的语言一定是SQL SQL SQL这个语言 那比如说你希望呢 请他帮你在资料库里面 建一个资料表 那你必须跟他讲说 你帮我create a table 这个语言是共通的 也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一种资料库 SQL Lite也好 Oracle也好 MySQL也好 都是一样的哦 那意思是说你帮我建一个资料表 所以记得哦 资料库里面有资料表 如果你们有玩过SS应该都知道 那概念其实类似一样的 那if not exist 意思是说如果不存在 一个table名称 叫什么呢 table01好了 那你就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那就帮我create 但是如果存在的话呢 他就不帮你建哦 因为如果少这三个字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程式的错误 因为这个语法都一样 你这个这个有时候也可以不写 可是不写会造成如果 table如果已经存在的话 那就会没办法新增 那里面呢 帮我新增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lumber 这个这个是栏位名称 那这个栏位名称的话 第一个是他里面要放什么 放integer 特别最后他的形态 要跟他讲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no seql 这个是seql 一定要先定义好栏位的形态 第二个呢 他这一个栏位一定是primary key primary key呢 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呢 一定不能够 是 第一个不能重复 第二个呢 not no not no 就是里面一定要放资料 ok 然后再来第二个栏位是tl 就是电话 放什么 放文字 ok 然后呢 你可以透过cursor 点excue的方法 这个cursor实际上就是 其实 简单讲起来啦 翻译意思就应该 虽然是cursor是游标啦 不过啊 理论上这个应该可以把它当成叫资料表物件 它主要的目的是 让你去做资料表的相关动作 所以 后面它有excue excue是什么 帮你去执行什么 seql的语法 也就是帮你把那个seql语法 直接传递到资料库 那资料库呢 接收到之后 就看懂你的意思 因为这个seql语法 是共通的嘛 它看懂 你要建一个资料表 然后两个栏位 ok 那我帮你建哦 它帮你建了 建完之后的话呢 那你在你的那个资料库里面 就会看到有一个table01 加两个栏位 不过现在里面什么资料都没有 那如果说你要再加上资料的话 再来你要跟他沟通 你会发现有个seql seql3 意思是说 我又要跟资料库沟通了 讲什么呢 帮我新增一笔资料到那个资料表里面 因为现在里面没资料嘛 新增什么资料呢 就是insert into 这个语法也是共通的 反正你不管是哪一个 哪一个资料库 只要支援seql 他都共通的 insert into什么 table这个资料表 里面呢 帮我放values 记得这个s一定要加 就是一个 number是2 当然你可以1 这个后面的话是test 所以一定是前后算以后 把资料帮我放进去一笔 当然如果你有多笔的话 所以你未来可以什么 配合今天讲的那个 读取外部的档案 有没有 比如csv 他也可以把 刚刚那列习 有没有 拿来 然后呢 先帮他建一个资料表 然后帮他塞进去 那就跑个回圈 不过 这可以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 你要怎么跟他沟通 一样 kurser.exql 帮我沟通 这个感觉 kurser现在这里角色 就是 后面这个动作 就有点像是 execute 有点像打电话 或者像帮我接通 接通之后 告诉他说 你帮我新增一笔记录 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要确认无误的话 你就是 用上面有一个 跟资料库连线的这个物件 这个叫连线物件 帮我做一个commit commit 就是最后确认了 好 确认帮我新增了 那最后把它close掉 那我们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流程 甚至没几行 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理论上应该 跑一下看看 ok 执行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 已经有一个资料库 你可以再到根木屋底下 一样嘛 在p1这里下 然后呢 按照修改日期看一下 也没有一个db 有一个db 但是你把它点两下会怎么样 无法开启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 有点像ss一样 就是如果你今天给一个mdb 那你如果没有灌ss 一样打不开 怎么办呢 你要需要一个程式 那我在云端上 有放一个补充资料 什么补充资料 就是 有一个简单的工具 补充资料里面 我看一下 有一个叫做sicleline的browser 有没有 这个工具呢 就可以帮助你去开启了 比如说我把它下载 我这边把它download一下 下载 因为这个程式是free的啦 免安装 所以呢 你不用安装 你只要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 我把它放在桌面上 好了 放桌面 ok 桌面一样把它下载 6.6没有 一下就下来 然后把它解出来 解完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开启刚刚那个档案的 ok 里面你可以看到 会有一个table01 一笔记录 ok 画面先换给给我一下 试一下 资料库我想 到底有没有建立 cursor01.db 你可以按那个什么 sicleline的browser打开 它是一个免安装程式 你把它执行开来 按开启 刚刚的db在这里 你就按开启档案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发现 data base的structure 这边就出现了 有没有 底下会有一个table01的table 就是资料表 反正一定是database 下面一定是table table底下就是栏位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结构就出现了 再来的话 里面你要浏览资料 就browse data 那这边就会看到有个table01 里面就一笔记录而已 就是number跟tl 大概就这样 所以回去的话 所以延伸题 请各位练习怎么样 就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比如说从档案里面 撈会员资料 会员资料里面可能有 一样有编号 一样可能多几籃 名称 然后电话 然后塞到这里面打开来看一下 当然可以加进去 一样可以把它抓出来 所以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中间 储存资料的媒体 看看 其实它的好处当然结构 structure 有没有 结构性比较强 所以如果你结构很强的东西 一定要放资料库 但是如果你是很简单 帐号密码 说真的放文件 相对的简单多了 ok 底下这边还有excuse SQL 再来可能你们要 因为seql这东西 其实固定的语法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资料库沟通 一定要先学会一个语言 叫seql seql的语法都固定的 所以我想你要想要知道 seql语言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可能网路上搜寻一下 或者找相关书籍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课程不太可能把这些 全部都包进来 ok 那最后的话底下我还有把 底下这个东西改一下 primary key后面加一个 auto increment 这个叙述意思说 编号如果你自己每一次都自己编的太累了 1234 所以怎么样呢 你可以编号的部分 可以自动增号 你放一笔记录 他就帮你增加一号 增加一号 其他后面你可以再增加栏位 最后可以把它输出 然后最后也可以把它查出来 查出来方法的话就是seql的所有front table01 那也可以怎么样 把它再显示在python的画面 那你可以 再丢到丢出去write整个文字党也可以 所以这里面的话 可以来来去去来来去 反正你会发现 现在工作上用最多就是 资料来了去 i.o 中间处理完丢出去 ok 那后面还有一个是帐号密码管理系统的 资料库版本 这个当然 其实概念跟刚刚文字党一样 只是差别是我把帐号密码 是放在资料库里面 有时间同学可以先稍微看过 Data Base的重点大概就这些 那我想 之后如果我们在第六 第七个单元 下个礼拜 如果有用到 可能要储存资料 可能慢慢也可以把它纳进来 也许可以从Israel里面抓资料 直接丢到Seqlite 可以啊 所以这些东西我想请各位回去有时间 还是尽量练熟练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还有啦 我有把今天上课的内容 早上录了 因为早上只有三个同学 然后 不过没有关系啦 反正我还是会帮各位把影片录下来 然后 还是建议各位回去 如果你哪个部分不熟啦 反正一定要把它练熟 然后 有问题的话也尽量提出来 我们下一次上课的话 就是讲两个重点 网路抓资料 跟Israel搭配 另外可能Israel部分也许跟VBA 做一个比较吧 像VBA也可以抓资料 这两者我都用过啦 怎么去抓网路资料 当然最好 那当然也许提供一些饭本给各位 回去也许你们可以先试做看看 今天时间刚刚好 嗯 嗯